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 Catch my 媽媽的 Channel 我們今天會一起讀一個故事叫做 《勇敢的消防員》 準備好了嗎? 我們現在開始了 這本故事書的人物來自有中幼稚園 人物包括 家套迪家 日上心如 你也思也 和陳老師 今天是消防局開放日 不說不知道 原來迪家的爸爸 就是消防員 消防員的制服 真威風 說可以保護消防員 消防車女 有那些重要的工具? 大家的爸爸 給大家介紹 這是水管 噴出水來 就可以救火 這是呼吸器 帶上去 就不會吸入龍衣尿 尾呼尾呼尾呼 尾呼尾呼 尾呼尾呼 好忙 不要亂跑 什麼都不用啦 趕快排好隊 消防員開著大大的消防車 趕來了 大家跟著老師來到安全的地方 心如受傷尿 救護員吸他貼上膠布 消防員努力救火 老師點了點人數 哎呀 小鳥一個 屍誰困在裏面 還沒有出來 消防員衝進火場 用力推開課室的門 哦 找到了 原來是校長 還有洪寶寶 校長安全了 洪寶寶也沒事 太好了 大火式滅了 消防員真勇敢 看完這個故事 我們都知道 消防員非常勇敢 幫助別人 我們一起跟消防員說 謝謝你 消防員 謝謝你 消防員 有時間可以看完 Casper媽媽的其他影片 記得Share 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Casper媽媽的影片創作 訂閱我的頻道 和請我喝杯咖啡